来到的地方是深圳的海上世界 来到海上世界这边当然要吃一些跟海相关的东西 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主要吃的是蚝 那么这家去吃蚝的店子的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是它当中混合了很多中国做蚝的方式的菜品 以及西方做蚝的菜品 当中据说还有一点点是海陆丰那边的菜市 到了那边都可以试一下 但是我相信无论是中国人吃蚝也好 还是西方人吃蚝也好 都有一个特点都是很蚝的 所以这顿饭的预算 曾老板抱歉了 88一壶免长二费 88一壶免长二费 那有便宜点的吗 便宜点 今天68一壶 各位我们还菜都没点 就是68一壶的茶已经吃得上了 哦 这顿饭 我们今天主要吃蚝 好吗 蚝是谁最招牌的 蚝的招牌应该是有很多的 你如果要上房就不要拍我自己 拍我了 不过什么金银蒜的会是招牌的吗 比较多人点就是金银蒜 我用了一只钱的 在哪一区 跟着这个叉花翻不动 三十几元 三十几元 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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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 好啊 拿着两位来先 大家多喝啊 第一款上的呢是金银蒜做的一个石锅 好 生蚝方面 其实一上桌的时候 马上闻到一种香味 是那种蒜香味跟生蚝的鲜味 一起组合起来的 各位 我不客气了 除了鲜以外 更多的是有一种闷东西 橘东西做出来一种香味融合在里面 而且它这种一边煎一边上的感觉 它外层煎得有点硬硬的 但是里层的话还是非常的柔软 口感很好 蒜的香味彻彻底的全部挥发了出来 不要看说整个锅里面 好像很多的配料各种 但是并没有过度制料理 还能吃到食物本身的味道 唯一值得吐槽的是 无论是货元价68还是非货元价80块钱 也只有2467个 再来这一款呢也是按胃上的46块钱 一味的叫做举人尿豪齿 其实当中这一块呢就是它的豪齿 豪齿 齿 豪齿 齿 刚查过字典所在 阿姐很紧张全程在旁边看着我们 你说的不通怎么样怎么样 还是保持着那种浓香的口感 就刚才那道菜肉是18岁 这个呢起码就是30岁 有点味道了 浓缩了之后 整个豪的香味浓缩在当中 然后呢周边呢是有一些别的肉啊 一些的菇 去的类东西呢包裹在一起 都是用一些干的东西 把它的香味呢更加提升了一个境界 当中呢还用了鲍鱼汁这道菜比较金贵点了 所以这东西搭配吃起来 一点都没有维和感 很和谐 好吃 吃完两道重口味的话 马上呢最后是一道生蚝粥 作为一个的收尾 看起来好像生蚝挺多的 这个我点不喜欢 用蚝来包粥的话 它如果就是潮汕沙锅粥那种 放几颗生蚝来点缀一下 搭配上鱼跟虾 有很鲜的味道吃出来 但是这个抱歉 我真的吃不出来它的鲜味 反而有点腥腥的那种感觉 我不太喜欢 有点寡淡无味 当中有点腥 这个不太喜欢 这个 之前有一句话在网上很流行 说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当时在想说好的食材 如果花了心思去烹饪 会是怎样呢 刚才这顿饭 其实给了我一个答案是 好的食材生蚝啊 然后花点心思去烹饪 其实出来的效果呢 其实也是很棒很棒的 当中的三道菜 有两道我自己都很喜欢吃 在别的地方都未曾吃到过的 对好多家的理解 就处理的方法 但是有些地方 还是让你觉得 哇有点害怕的是 整顿饭吃下来 这家餐厅我们11点多 进去到吃完 现在12点半左右 真的基本上就是没有客人 我们想跟另外一个客人 互动一下 做点采访什么的 都完全做不到 不仅仅仅仅是这样子 是周边的很多餐厅 还走出来的时候 发现都有这个问题的存在 就其原因可能是一个 这边算是一个旅游景点吧 不是放假 不是干嘛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人过来 也好轻轻静静吃顿饭 最后千奇住 姚大吉胡销吃下 全世界的人 好吗 都没见过 在哪里 这个样子里 我能给你拿好 好吗 好吗